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AI学院 那么本频道主要分享一些AI知识 如何用AI来做视频 如何以图生图,如何绘图等等 今天这些教程小鱼儿教大家 如何利用一个GPT来制作一个短视频 那么对,你没有听错 用一个GPT4就能帮我们做视频 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开始 我现在来到的这个页面呢,就是GPT的一个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用的一个版本呢 是一个GPT-4的一个版本 那可以看到一个GPT3.5呢 它是非常适合日常的一些任务 那GPT4呢,它就在里面呢 安插了各种各样的插件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GPTS里面 它有关于一些绘图的一些插件 还包括有一些做封面图的一些插件 还有一些写作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办公软件 分析软件,编程等等 还有教育方面的,生活方面的 那这里面呢,你想要哪个插件连接的话 直接在这里搜就可以 今天小鱼儿就教大家 如何快速地用GPT来制作一个小视频 制作一个YouTube视频 这里呢,我们先找到这个GPTS 就是,那在这里呢,先搜索一个InVideo 那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们直接点击一下 那这里呢,我们直接点击连接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GPT呢 直接给InVideo进行一个沟通 在这里呢,现在呢,我是不知道我要做什么视频 但他知道,GPT知道 我们可以问他 我想做一个YouTube短视频 那我就给他第一个提示 我想做一个YouTube短视频 那你最擅长做什么视频 我直接发送 在这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提问 我问他答 那可以看到他的回答是 比如说一些教育的 旅行的 还有科技的 还有生活的 还有美食文化艺术健康 那我就让他关于健康目的吧 可以看到他给了我们第一个 家庭锻炼指南 第二个健康隐私五大 秘诀 那这里我们就直接回复第二个 那么对于一个健康来说呢 现在是很多人都关心的 大家都知道生命在于有一个健康的生命 有了健康了才有一切 可以看到他给我们平时做视频是一样的 先写一个视频的脚本 这种通常呢就是我们平时自己要做的事情 但是现在呢,他都直接帮我们做了 那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的大概脚本 如果你满意这个构词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我觉得他这个还可以 那如果说想让一个视频观看率更高的话 那像比如说常见的一些健康 很多人都知道了 那我让他帮我再想一想 那再想五个人们不知道的健康秘诀 冷水激活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用冷水洗脸 冷水沐浴 那可以看到GPT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就他了 那直接让他生成视频 让他直接生成视频 画面要和文案匹配 那可以看到 他已经在快速的运转了 可以看到 做视频就是如此的简单 这个AI不需要露脸 也不需要你出镜 AI直接帮你搞定 那在这里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GPT账号的话 那可以看一下小月的这一期视频 如何注册GPT的一个用途 那我们点击这个按钮 那他给了我们一个指令 点击这里观看视频 那我们就按照他的一个 按照他说的呢 我们就点这个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呢 已经跳转到了 InVideo AI的页面 那可以看到视频已经好了 那我们这里可以点击 试看一下 想要过上站康的生活 你可能已经听说过很多讲义 但 这里有点奇怪啊 他是用了一个 一个 英文口气来 在说一个中文 但是没有关系啊 这里呢 我们可以直接 回到GPT 让他直接生成一个英文视频 那么我们让他直接生成英文视频 比例呢是16比9 因为我们发的是一个YouTuber视频 OK我们再点一下 那我们再点进来看一下 OK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Living a healthy life might sound complex with all the advice out there Today we're sharing 5 Health tips you might not know about Tip 1 Activate your body with cold water Washing your face or taking a cold shower in the morning can stimulate blood circulation and boost energy levels Tip 2 Use natural light to regulate your biological clock Exposure to natural light every morning 那这个呢 就是一次性 做成的效果啊 个人觉得呢 还是可以 那如果说你不满意里面呢 你可以进行 对里面呢 进行一个编辑 我们可以点这个按钮 那你可以通过 Mijiri啊 或者Linado等工具 来生成一些图片 对里面的一些图片呢 进行一个更换 如果说这里面的图片 还是比较匹配的 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 替换它 那如果说你想更改 里面的一些文案脚本 那我也可以点 那也可以点这个按钮 那每一个文案脚本呢 都是可以更改的 改好了 我们就点下面就可以 那这个视频的话 如果说你满意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 这里一个导出按钮 那根据你自己的一个情况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制品 想要来进行一个导出 那么这里呢 会牵扯的一个免费用户和付费用户啊 如果说你经常做视频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去看一下 它的一个付费计划 那我们可以先直接先导出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订阅计划 那这是一个免费用户的啊 可以看它有些什么功能 那这是一个付费用户的 这个是一个高级用户的 那可以看到它的订阅不同了 它使用的功能也不一样 那这里呢 我们还要再点击一次导出了 才算是给它下载到我们的电脑上 那除了我们可以让它做一个这样的视频 那么我们还可以让它再做 比如说一些生活小常识 生活冷知识吧 那可以看到 你想让它生成什么视频 你给它一个标题都可以 那最好呢 用invideo来做视频的话 最好是做一个英文频道 因为中文的话 它里面的语言 说起来不是那么动听啊 我们刚才都听到了 它更适合是做一个英文 它也是支持做英文视频 那比如说再做一个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一些生活常识 那你不用担心 你没有视频可做 你去搜索一下做视频 有哪些视频可以做 那GPT的话 它能给你想出来100个 还是不同样的 1000个都可以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五个生活 五个生活冷知识 这里呢我们要 如果说你做的是什么视频 你要看 你比如说你做的是 YouTuber的视频的话 那就必须要告诉它 一个16比9的一个比例 不然它做出来是一个 9比16的一个长视频 根据你要发的一个频道 你来选择它的一个比例 那可以看到 制作一个视频也就是等待个三五分钟 我们看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又做好了 有那个GPT4呢 搭载各种插件 那我们想做视频呢 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今天呢 小娱乐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通过一个AI来做视频 那么我们这里的新手朋友呢 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我会把链接来放到下面的描述栏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位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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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